石榴在中国象征多子多福 甜美多汁的石榴最早产自中亚一带 当年这里有一个安石国 汉代张千来到安石国 看到这里正值大汉 庄稼都枯萎了 张千问安石国人 这里发生了什么 没有翻译听不懂啊 看起来你们遇到了大汉 我来把我们大汉朝的水利技术传授给你 在张千的帮助下 安石国战胜了汉情 安石国国王把王宫里一种神奇的水果送给他吃 哇 甜美多汁 这水果叫什么呀 算我没问 这种植物的花叫做流花 安石国的流花果子 就叫它安石榴吧 逐渐安石榴简称成了石榴 到了唐代 石榴成了姑娘们最爱的水果 其中的代表就是武则天和杨玉环 而姑娘们的裙子也因为形状像石榴 被称为石榴裙 据说每个石榴都有613颗果粒 你要不要数数看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大所欠摆 这边是最后 有八旦的城楼 小灵 最后 我会始终的 带入